在冰封的湖面凿冰穿洞 感受在树九寒天冰上钓鱼的野区 这已经成为了去东北旅行的必打卡项目之一 就是我们现在的冰面有大概60到70公分 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凿开 好呀 是那个圆的 这个跟我看不一样 对 这个是最原始的 什么 然后 不是垫的吗 加油 重在体验吗 重在体验 我先演示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让它垂直下去就这样 这样子 好 它找得好快 有什么技巧吗 就是你一定要垂直让它那个力量 然后我们等一下砸的是一个圆柱形的 不能太尖 就是在这边我们就一直这样砸下去 动 好了 我十公分快好了 你这么快 来 你们来 好 加油 铁哥 怎么了 不空啊 没有了 我帮它捞那个碎冰好了 你砸满身的嘛 是啊 我现在把周围砸一砸 这个声音很像那种刮冰 我现在感觉刮冰很好吃 可以倒点黄桃罐头就当冰沙 对 对 这块很硬 使不上力了 我帮你砸这一块 你来一来 我感觉我力气比较大 哼 这里感觉很力 它里面可能冻得很湿了 你休息一下 看我来砸 来 我还是把砸这块 这块冻得很湿 嗯 好了 我觉得我跟她可能是一个性格各方面 都有点相反 我可能比较有力气 她可能就是比较柔弱一点 但是她也很努力 你想要换你跟我说 好 她累了是我走 然后我累了就换她 然后一起就是把那个冰摇出来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合 而且那真的是我其实一个愿望清单 我真的蛮想要去冰调的 蛮深的了吧 二十多厘米了吧 这感觉有一个木地板在底下 快到了 我觉得快到了 这里有六十了吧 但还没有水啊 这样只有一半 就一半 什么 我们只到了一半 我就觉得我们走比其实也很难 也没有那么的享乐啊 对啊 我觉得男生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这个量了 我没有想到杂冰这么累 我以为就这么厚呢 没想到这么厚 她真的会有水吗 我真的很怀疑 我们是不是跳了一个最深的冰呢 讲真啊 我觉得我们已经 这个已经不够长了真的 没有见到谁也是表示疑惑 为什么一直伸不见底 最底的最硬 真的好坚硬啊 有一度是觉得有一点无奈了吧 但是我觉得放弃太可惜了 所以坚持下去 要不我们俩一起 好啊 打这里 加油 其实耐力我也不是最强的 我觉得我是不甘心 还有蛮多 我是有一种想要实现的愿望 就想努力去做的 我就觉得自己会做的 她应该没多深了 我觉得也就五公分了吧 不对 我们找了一个这么深的冰 已经感觉到很骄傲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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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面 然后呢 我们要干嘛 要进的 好 好 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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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 某一个瞬间 突然看到这个 河水 钻出来的时候 很感动 很有成就感 而且我觉得最好是最后 真的把它锁开 是我们俩一起锁开的 这个我觉得还蛮酷 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要抱一下 好感动 糟了多久 一小时又没有 一小时又没有 不容易 不容易 这素材可以给我一下吗 我好想要 你自己看片的时候 从里面接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干嘛 钓鱼 鱼 我觉得是有鱼的 有吗 有 但是它还没有咬上 可能我就动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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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它没有可以走摩托了 你好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冰掉 我们好不容易抓出来的洞 我们两个 找了一个多小时 有没有人告诉你们 要交换 你好 你好 为什么它没有可以走摩托了 你好 喂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冰掉 冰掉 我们好不容易抓出来的洞 我们两个找了一个多小时 有没有人告诉你们 要交换 没有 是过来告诉你们的 那有个袋子 试试 看一下 头子 终于 是该换人了 我们抽到头子了 恭喜你们获得了一次命运反转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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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